當小學生遇上大學生的機器人大賽 你以為大學生會贏嗎 答案是不一定 因為在廢材機器人大賽中 比的是最低最費的技術 和無限的創意熱情 因此酷炫的高科技 是不容許出現在舞台上的 如果一個工學學生做這種東西 就很可恥 不過這個機器人是完美 為這個比賽所設計的 所以我們就是憑一個 低端獎和一些 對規則熟悉 就是大人世界的黑暗 從只會走歪的旋轉菜瓜布 到稱霸舞台的重量級麻糬賽車 在觀眾的歡笑聲中 每個機器人都大顯飛躬 比賽結果當然也讓大家疊破眼鏡 這家費賽獎竟然是由小朋友 從大學生手中奪走 但不論誰輸誰贏 大家都開心享受耍廢的樂趣 因為他跑開 不然也太容易衝突去 所以就在上面加這個麻糬 他就比較重 打敗大學生很開心 好累 研製日本的費材機器人大賽 在兩年內迅速捐起費材熱潮 連台灣也滲入這波狂熱 比賽規則類似相扶運動 只要將對手的機器人推出場外 就能獲得勝利 但看似簡單的比賽方式 想獲勝還是大有學問 因為他這個很重 然後這個很輕 所以你要滑下去之後 剛剛好可以撐住 然後又只能在 就300公克以內 其實還蠻難做的 對 這張鑽孔機還線鋸機 那些很高端的技術 做了這個費物 我們希望這個是教育意義蠻重的 就是進入門檻不會太高 大朋友或小朋友 即使不是什麼機器人背景 或是電機背景等等 那他都可以去來動手 做我去享受這個樂趣 費材機器人徹底顛覆大眾 對機器人精密完美的刻板印象 希望科學能以更親民的方式 融入生活 讓大家不受技術限制 發揮創意DIY 得到讓費材重生的成就感 記者葉冠英 宏婉田 新竹採訪報導